我今天想讲到的主题是讲到 圣灵充满对于我们的灵命和侍奉的重要性和帮助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我信耶稣就够了 我不需要圣灵充满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圣灵充满就好像是外加的 是不必需的 但是我们看到一种东西就是说 缓同跟了耶稣三年 跟了耶稣三年 耶稣就没有叫他们出去传道 他说你要等候附所应许的圣灵来到你身上 他们就等候的时候 然后在五春节的时候 圣灵就降落在他们身上 降落在他们身上 跟自然很不同 如果大家看到 耶稣福音最后讲到他们要走去俗语 他们就好像耶稣已经死了 复活了 但是他们都好像不太深被改变 他们就走去捉鱼 好像忘记了他们的使命 但是耶稣跟他们说 他等候附所应许的圣灵 他们在等候祷告的时候 在五春节的时候 圣灵降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立刻受圣灵的感动 讲起别国的话 而很大的改变就是彼得讲到 有三千人信耶稣 然后另一天 他就走过去见到一个 强腿的人 他就奉耶稣灵 吩咐他起来行走 有四千人信主 这里给大家看到 他有很大的改变 有之前的懼怕 他否认耶稣三次 到后来他会那么大胆去传来福音 是很大的改变的 而在《士隆传》第二章 十七节那里开始 就是神说 在门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敲灰烦有血气 你们的儿女说而言 少年人坚 异常老年人作异梦 这个是《士隆传》二章十七节 这个说什么呢? 神话 我要将我的灵敲灰烦有血气 即是神话 不是人话 神话 我可以将我的灵敲灰烦有血气 而他说明如何敲灰烦 因为有些人说 我们信耶稣 唯有圣灵 我们听耶稣说唯有圣灵 但是 在这个圣经很清楚说到 那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 你们的儿女要说如而言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作异梦 是很明显的说到 是有一些超自然的工作 其实我们从旧日 到新日圣经 都看到圣灵 很多时候是连带着一些超自然的工作 就是说给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 我们的宗教 和其他宗教的不同 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有独一的真神 有独一的救主 并且他是活着金人祝福人的 因为很多宗教都想祝福 但是他不能像我们那样去祝福人 他也不能像我们那样去赶鬼 我刚刚去旅行 我和太太刚去完回来 在泰国 我弟弟已经在那里很多年了 我弟弟现在是信佛的 我都尝试跟他谈 我都讲了不同的原因 给他听 耶稣是真神 其中一件事 我讲到 我讲到预言 神的客观的证据 经验性的证据 我暂时来说 他未曾能够接受 然后他跟着就跟我说 他说你讲赶帖 他说佛教也有讲赶帖 他就给我看一个YouTuber的影片 他就说 现在那个和尚就在那里讲赶帖 我又看他怎样讲赶帖 他就在那里 那班人坐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大喊 说些什么说话 他就讲到赶帖 那些人过了彰映 那些人本身都是觉得自己有邪灵 那他们就在那里彰映 那又怎样呢 点啊 滚啊 在那里浴去啊 好了 那由头到尾都是点和动的 没有结果的 没有后果的 那我又上网去看 我回来昨天上网去看 我又发现有其他的 那些Buddhist monk 这个英文查得比较容易查到一些 就是有几个这样的影片 就是那些Buddhist去赶帖 那又是张记忆 没有讲到他们怎样赶帖 之后呢 会平安啊 起落啊 整个人都松了啊 没有讲的 没有讲这些东西的 那我弟弟就跟我说 他们真的有邪灵 我承认啊 他说他们不由自主 我说是呀 我知道是呀 我们都有啊 我们讲邪灵都不由自主 不过他是被邪灵 他现在在彰显着 因为他一直呼叫邪灵 他们那些方式的时候 那些邪灵在里面猛动 猛动的时候 那是否代表他走 不是走 他一直在运动 就是他一直在活跃 那活跃 那活跃完 那就叫释放完 那活跃完 那活跃完 那是否叫释放呢 不是啊 而是活跃完 那就拜拜了 那影片就完 就是没有下文的 那但是呢 耶稣是很不同的 就是他真的是和你讲邪灵 而在马可福音十六章 第十五节到二十节那里呢 找不到你讲的那些 哦 找不到就不要紧了 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五节 你回我普天喊传福音及埋民听 信而受勢的必然得咎 不信的必然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 直循如他们 就是父母都名趕跪 守岸病人 还有雪身荒烟 守岸拿石 若喝了什么动物 有意不受害 还有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那这就是耶稣告诉 在门道听到 你会往普天喊传福音 万民定罪 传福音这么久 去这么多国家 那有什么要做呢 就是说呢 你们去的时候 不单是传道 叫信而受勢的必然得咎 不信的必然定罪 但是呢 跟着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除了他们 就是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 有神迹歧视的 就是可以奉耶稣的名 赶鬼 雪身荒烟 和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那这个也都很明显 是说出一些超自然的神迹的 就是能够呢 奉耶稣明赶鬼 雪身荒烟 和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是很明显的 就是神的医治啊 赶邪灵这种工作 另外在高龙多前书十二章 也都讲到有不同的 熟灵的恩赐 而这些熟灵的恩赐 有很多是超自然的 行义能 医病 作先知 辨别诸灵 番方言 雪方言 番方言 这些恩赐 就在高龙多前书十二章 有讲到这些恩赐 都是告诉我们 是圣灵会带来的 圣灵会带来比较普通人 容易接受的恩赐 譬如说 弹琴 敬拜 廣道 辅导人 关心人 探访人 神可以给这些恩赐 不过是否只限于这些恩赐呢 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将圣灵工作 就不单止限于 只是那些普通灵命更新的 亦都是在侍奉里面的能力 是超自然的 是行义能 医病的恩赐 先知的恩赐 这个就是看得到 原来神的心 其实我很想和所有基督徒都说 神的心是圣灵挑半凡有勘弃的 我们的儿女雪耳燃烧耳人 变异象 作耳目 并且奉耶稣榮赶鬼 手判病人 病人走必好了 是可以有很大的改变 首先我自己分享一下 我有一种改变 在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和之前 是完全两个人来的 在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前 其实我也是很熱心 传福音 不过我发觉 果效是慢 和是很难帮人灵力更新的 我从83年开始 已经是做牧师了 是发觉很困难 到了我1998年 做了牧师15年 我就参加一个南美的报道家 在香港做一个聚会 他就为那些人按手祈祷 我什么都不怕的 我很好奇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有耶稣 有些人就很害怕 有些人就很害怕 不知道他会有邪灵 我们有耶稣 如果他有邪灵 我们就大过他 耶稣大过他 所以我一点都没有害怕 我就很乐意接受 很欢喜接受 当我一碰我的时候 我即时经历 就是很大的电流 由头涌下来 跟着是同时很大的爱 那种爱是大到 是我没法承担到的 是立刻哭得很感动 是立刻哭了很久 那我在哭的过程 我就说 神啊 原来你的爱可以这么真实 可以这样经历到的 是你可以这么真实 来把你的爱放在我身上 我心就很感动 那我就很感激神 还有享受 当时我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被爱 就是了 卿省呢 好像是天堂那样 还有我闻到一些香味 是一个很特别的境界 那我就在这个过程 我一直说 原来我 真的我不知道原来 可以跟你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这是第一 那我就很决心 就由那天开始更加保持 而第二个观念 这个意念神给我直视言 就是说 如果这个报道家可以这样做 那我也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去 那不是只有报道家 圣经答应的那些 我们也有的 圣经降临他们身上 你们就哪里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瑞一路 做我的见证 我们也有的 那我就说 如果他有 为什么我不可以有呢 那我就学慕 其实在这个时候 历史 很奇妙一件事 在这个事件之前 没多久 是有一间 路德会 因为当时我在神学院教的 他请我去讲圣灵充满 很奇妙 那时候我还没有圣灵充满 他说圣灵充满 我说什么呢 我就想一下 在圣经看看圣灵充满 说什么 我去讲 那我就想起 我一个教友 教友跟我说 他说有人 圣灵充满 一天八个钟头 十个钟头 圣灵充满 那我就有点好奇 我说圣灵充满 可以量度 你知道自己这八个钟头 十个钟头 都圣灵充满 当这个教会请我的时候 我就去 找这个教友 我说 你那时候讲什么书 你带我去买 他跟我一起买 买了之后 我就发觉这个人 他经历圣灵 他在做什么呢 他就天天把他自己困在房里面 天天就在祈祷 很长的时间 八个钟头 十个钟头 天天在里面 就被圣灵充满 那我就 他就祈祷了一年 之后 然后有人邀请他 他分享 因为他跟人分享 分享 跟着那人说 不如你来我去聚会分享 他就在聚会 一分享 那些人就过过经历圣灵 那他就 讲到他很长的时间 那时候我就 经历完了 那我就 看一本书的内容 其实我是经历完又看 那我就说 我等一年之后 我就开始为人祈祷了 那我心里面想着 但是怎么知道 那几天 因为那时候 我的教会 我一经历 我就回去教堂 我立刻告诉别人 那整班跟我去聚会 整班跟我去聚会 整班都经历 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 即是聚会结束之后 就有一个教友 就跟我说 他说 尼牧师 你可不可以为我赶邪灵 我说 为什么你觉得有邪灵 他说 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偶像 我一去到聚会 一进去 立刻觉得很辛苦 我一出来就没事 进去又辛苦 出来又没事 那我就觉得有邪灵 他说 别人赶惯邪灵 为什么你不叫他赶 为什么现在找我 我都没有赶过邪灵 但是他就说 我害怕 因为我觉得很丑怪 这么多人看着 很丑怪 我都不敢出去 于是我就跟他做 跟他做的时候 他觉得有些东西 在手指里走出去 然后 当时有几个人 一起我为他们祈祷 因为有个人说 你跟他祈祷 祈祷完祈祷 然后你就为个人祈祷祝福 保守他们 不要再被邪灵攻击 那我就为他们个人祈祷 那么 在祈祷的时候 有个教员跟我说 他说 你祈祷的时候 我觉得有能力进来 我是很惊讶的 我以为要等很久 然后我们有一个退休营 这个退休营 我就有机会 为一些人按手祈祷 其实不是特别安排的 是怎么样 因为他说 每个人可以约两个人聊天 然后呢 别人可以约我 我约了两个人 有两个人约我 结果有四个人 那四个人呢 我就跟他们聊 聊完 我就跟他们按手祈祷 那按手祈祷 有什么效果呢 有些人就哭了一个小时 好像不停 那我后来问他为什么 他说他的忧伤走出来 在里面的忧伤 其实他是一个教徒已经很久 很开心的 一点都不觉得他忧伤 但是呢 在圣灵的运作呢 他的忧伤就出来了 并且我跟着之后 很多人 就是多得很重要 很多人被医治 释放 跟着灵明更新 那之后呢 在我们自己的小教会里面 第一就是增长了很多 因为 我们找不同的人 有需要的 有些人又找我 因为很多医治 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医治 那些人又说 有哪个人来 请你祈祷 又带些人来 我们又探访 就很多人经历圣灵 所以在那时开始 我的事物是完全不同的 而在我们的小教会呢 是兴起了几个传道人和宣教士的 就是很神奇的 很短的时间 所以我看到 我在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就是生命的分别 我现在讲讲生命的分别 第一就是 我感受神真实很多 虽然我以前 我都是相信神很真实 但是现在来讲 我感受神是真实很多 还有呢 经历祂的平安 兴散 喜乐 力量是更加明显的 那这个对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神的同在 即时会帮助我 那这个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也都是 圣灵提我 我的罪是很清晰的 即是会更加敏感 很敏感我里面的罪 还有呢 处理问题 我试过被人激陈 一激陈 一激陈 我就发觉没有起落 那我立刻 圣灵提我 你要处理 那我去打电话 跟他说 我又不是做错 不过我只是说 我分享归在圣灵的经历 那我说 如果我分享灵 令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那我 就是我不是做错 我只是说 如果我令你不开心 请你原谅我 但他依然是发生 但是我收到电话之后 我就不理了 放手了 放手了 我一祈祷有法起落 那神就提过 以后有人 激起你 有人做些什么不好的事 你就同样处理 你不用放在心上 你不用介意的 那我就在那段时间开始 就学习 什么人做什么不好的 不用放在心上 还有呢 这些罪 那时候我试过 有些很小的罪 试过一次同工不同的 我们地区的同工开会 那时候我会天水围 那有些同工分享 很特别 很有激励性 那我又很开心 感谢神 但是有一个同工分享 我觉得很平凡 在他心里有些藐视的心 但是四年一提我 你是谁 你的改变都是我给你的 他的改变都是我给他的 你不能够去 就是看少他 那我马上就悔改 马上就悔改 我也试过行过一些教会 是抗拒圣灵的 我心里面就说 他们抗拒圣灵 但是神就说 我在里面都在做工的 你不用理这些 他们怎么样的反应 那我心里面就放手 神真的很多次的处理 那么多的意念 神就帮我处理 让我能够 就是有个心态 神给我一些教导 我都是感谢神 神给我 不是我够好 那些教导是什么呢 神很欠我们 而我们很宝贵 因为神看错我们 每个神在我们生命中 都有奇妙计划 所以我们生命 每个都可以去到高度的发挥 你跟隔壁说 你的心里可以去到高度的发挥 你的心里可以去到高度的发挥 我需要怕你 我会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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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主 感谢主 好了 当我心信可以高度发挥 而圣经就说 信着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埋怀 在约翰福一五章十四节 也说 耶稣和那个三十八年病患者说 你以下一次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就是说犯罪会遭遇得更厉害 那我的意念就是 原来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我以前 我虽然是牧师 有很多罪没有主理 就是里面有时候不喜欢这个人 有些抗拒某个人 不喜欢跟他聊天 见到他 可能自己自然都不太想见到他 其实很多基督徒都有 觉得 这是自然的 人人都是这样 但当我经历四年之后 我就觉得这些全部都是破口 我怎样不喜欢一个人 看死了一个人 排斥了一个人 都是破口 那我就高度的处理 甚至看到很美女 心里面有一种贪怨的心 应该也是犯罪的 但有很多男性看到 偷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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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人理我 但是神看到 我们走不掉 就算你没有眼睛看 心想 神都已经看到了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说 如果我去想 我去看 神都不欢喜 那我就说 神你帮我处理 心里面 我不是要 我不是不起这个人 而是要祝福他 但我不是要 看他为一个 性的物件 不是一个美女 而是他是一个 宝贵的人 用一个尊贵的眼光去看 这样的时候 神就帮我处理 所有的罪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被人影响 以往的伤害 神又教我 在我洗碗的时候 神又会教我 带我去以前 想起有些人伤害我 又令我想起有些人 我伤害 当我想起 这些人伤害的时候 神又会提醒我 其实这些人伤害你 因为他受了很多伤害 他会骂你 因为他被人骂了很多 他被人击了很多 他很失望 所以他会说的说话 伤害人 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不会看得到 他的伤害 那么大件事 还有 我其实看着你 我已经定义 有一天 祝福你 医治你 释放你 我已经定义这样做了 所以你不用看 笑自己 我就去回这些情景 一次一次 越整越松 而且我开始 联敏那个人 伤害我的人 也会想起 如果我有机会见他 我会祝福他 就算我没有机会见他 我的心都会说 总之我以后见到什么人 我都是不信 祝福的 那我就发觉 神帮我公道的处理 就是有些什么 都可以留意到 我立即处理 还有我怎样去发挥生命 怎样更加有圣灵的果子 去兴散 其中神教我的一个教导很重要 就是分辨 恩典和律法和兴散 很多人都侍奉神 不过 他背着淡子 但耶稣说 他说 我的骗是容易 我的淡子是兴散的 耶稣想我的侍奉是这样的 我心里有何谦卑 我并和 我并和 没有人讲到这样的东西 因为耶稣才是这样的 我幼和 是谦卑的 你当父我骗何我又识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骗是容易的 我淡子是兴散的 但我做了牧师很多年 很多年都不觉得兴散的 为什么呢 我常常觉得 哎呀 那些人又没有反了 那些人又不听话 哎呀 真是很难改变那些人 很大的压力 很多责任 那时候真的 做基督徒和做牧师都是辛苦的 但是当我知道 神是想我们轻松的 因为我越担着淡子 我就越做不到事情 我就越压着 我发觉那样东西 心急是很辛苦的 有没有试过心急啊 当你很心急去做一件事 我的心会顶着会不舒服的 那神就叫我处理这个心急 我说 处理心急如何呢 就算我 我常常都心急 快点想写东西 但我常常想写东西 写多些东西 帮更多人 那我变成我洗本 做什么时候 一直心急 一直心急 一直定住我的心口 那我说 那又不太行 那我就说 我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 我心急都没用的 我这一阵 我不如在洗本的时候 享受神 耶稣你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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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发觉 在我洗本的时候 神就会帮我处理很多这些东西 和人的关系啊 如何处理的心急啊 处理任何负面的东西 神都教导我处理 还有神给我很多教导啊 那这个教导是怎样领受的呢 就是我祈祷的仇 有时我会问神有什么教导啊 还有呢 有时我就容许圣灵带领我 那么 神就会弹这些意念给我的 那我就会写下 写下神给我的一些教导 神真的给我的很多教导 其实我很多这些教导 都是这几年神给我的 在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有十年时间 神要我处理生命 不给人影响 活在神的爱中 享受神 有神的喜乐平安 然后呢 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的教导 但是呢 就没那么齐全的 那神就教我 第一个就是轻松得性 那这个教导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在我当我正在教导的时候 神一直给我 一直给我 那这个教导是很简单的 有三个部分 有十点 是帮助你 大家提升事逢的 第一 就是活在神的爱 供应 和计划 第二 处理生命 第三 就是发挥生命 那么简单 你活在神的爱 神的供应 和祂的计划 处理生命 就可以发挥 但是拆开呢 就有十样的 就是什么呢 第一 如何日日活在神的爱中 其实神很疼我们 每个基督徒都知道 不过呢 只是知道 神爱世人 没有想到 神见到我们 就好像 看到我们 好像眼中的童人 天天想念我们 好像妈妈 想念BB 那样挂着我们 他呢 是时时 在我们的前后 环绕我们 按照我们的身上 不断地爱着我们 他又见到我们 亲近他 见到我们的时候 他是欢恩喜乐 默而爱 我们且因我们喜乐 而欢呼 神是很喜欢我们的 这些经文 我以前也看过 看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但是现在呢 当我经历神的爱 和喜乐平安 我就说 原来我经历神的爱 和喜乐平安 就是你看到我 就这么开心 你看到我 就这么充满爱 你看到我 就这么兴奋 因为那个经文就是 西法语书3章17节 神恩恩我们 恩你 欢恩喜乐 默而爱你 且恩你 喜乐 欢呼 开心到欢呼 那我就会看 我说 其实我们当我们亲近神 他真的令到我们开心 就是神的开心 来到我身上 那我自己呢 因为我在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几个月呢 就开始经历喜乐 我经历喜乐 那天呢 我就看罪会经历喜乐 我就几大要保持 我就回家 一路 我就不带笑 但是呢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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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又是这样 一路笑 一路笑 到今天为止 我随时 都一想到耶稣 那些喜乐 就涌流了 那这个呢 就是神去教我 如何活在他的爱 和喜乐 轻轻心中 第一 第二 他的供应 先求神的国徒 和愿意 一切会交给你 好像我那样 以前已经有先知 在序幕一见到我 立即叫我出来 你出来 你将来会去全世界 那时候我都觉得很可能的 因为我第一个太太 她已经离世 她是很不喜欢我回来香港 那呢 她就说我去全世界 我怎么会让我去呢 但是呢 她离世之后 我就有这个自由 让神供应我的需要 以致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国家 这个是神的计划来的 我也有一个教友说 他说将来你不只回香港 你会去全世界的 就是起码有两个人 跟我说过这个愿意 就是神有供应的 然后祂有计划的 祂有个最高计划 这些计划是给个个人 你和旁边的一个人 神在你身上有奇妙计划 神在你身上有奇妙计划 是有一个很奇妙计划 好了 这三个是给我有力量的 好 大家看回这头 看回这头 这三个是给我们的力量 祂的爱 祂的供应 祂的计划 是给我们的力量 然后接着要处理垃圾 因为基本上很多人 个个都有垃圾 第一 被人影响 被人影响 这些我们今天不讲了 但基本上 那个教导是什么呢 垃圾不好吃 那些人不好的说话 就是 差不多是垃圾 他的人不是垃圾 但是他的说话是 但是人往往会受落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很正常 他正常 什么都正常 他说的说话当然是正常 他说我笨 我也是有些笨 那我们就会受落 但是其实他这句说话 是不是出于神的 不是好的 那这个垃圾 不要吃 但是为什么那些人 会受落 就是不奋气 他这样说我 我要拯救他 我不是笨的 或者他心里面 受伤害或者激气 总会有这些反应 我们就处理 你上网看 会看到很多这些教导 怎样不被人影响 但是同时又祝福他 因为看习的那些受人影响 受人伤害 所以我看习的那些 所以我看习的那些 这个被人影响 第四点就是 价值观 不是一定要有钱 不是一定要结婚的 不是一定要生孩子才可以的 不是一定要有别人有的 不是一定要比人的 不是一定要比人的 因为这个就是世界的价值观 而神的价值观是什么 有神最好 神会凡事祝福 神会凡事帮助 这是神的价值观 神会提升我们的 然后第五点 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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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点就是 不被人影响 第五点就是价值观 神的价值观 第六点就是处理罪 我以前又觉得很难处理所有的罪 有些罪就处理到 有些罪就很难处理 但是神现在给我们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任何罪都被阿鬼留地步 一定有狂怀性 所以当一有罪的意念 例如开始生怒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立刻告诉自己 咦我生怒他了 那我们当然是说 他坏的就是生怒他 生怒他 我们觉得我生怒他 即是攻击他 但其实不是 攻击自己 我们生怒人 伤害自己 所以我们深信了一个破坏性 用圣经的观念 这个是德性五报告 我留意到这个罪了 接着这个是破坏性 第三是圣经的观念 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呢 是遥述 是祝福 不被人影响 接着第四是祈祷 第五是选择信服 那我就有些人永远对我不好 譬如当时我在传统教会 他是有一个人特别针对我 特别要逼迫我的 我当时曾经想过 如果有一天他站在神面前 神一定会告诉他 为何你这样做这些事呢 我也有想过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病呢 但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神就提醒我 不是你的责任 你就是祝福 那我就祝福他 我就说 神要求你 按照他的传统 他怎样信法 你帮他 帮到他 在你面前 神会称赞他的 我求他 求神 求神你帮这个人 将来站在神面前 神会称赞他的 以至我 在他心里 完全是不生气 并且是想祝福他 那 神就会帮我 处理罪 我明明有些不好的意念 我立刻留意到 有破违性 我立刻处理 或者是 觉得很难 有什么困难 有些人 有些人对人负面 什么人 神都叫做处理 这是第六弱 第七弱 就是处理 所有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负面慈意识 负面的 所有在里面 我们有的负面的东西 我又发觉 我呢 原来我小时候开始 就被家人影响 有发噩梦 有梦游 我小时候 这边有几个人发噩梦 总之有发噩梦 有发噩梦 很多人都有发噩梦 发过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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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人 其实很多人都有发噩梦 其實這是代表潛意識的改變 潛意識如何改變呢 就是好像我們的心裝了些甚麼 小小的被人傷害 一直裝滿了 裡面有很多傷害 怎樣治好這些傷害呢 你每天清一些出來 把神的恩怜放下去 每天清一些就是 那些人做的事不要緊的 那些傷害不要緊的 他說的也不要緊的 不用介意的 因為那些是不好的說話 他人是寶貴 不過他的說話 他的傷害是不好的 那我就把那些放手 而每天起床 當時耶穌 耶穌在愛我 感謝天父 那早上起床就容易起落 當早上起床 每天都是這樣做 每天侵多一些神的恩典 那些惡夢就會越來越少 或者裡面有些什麼影響 什麼邪靈 什麼負面的事情 全部都可以處理的 然後第八樣就是生活方式 就是說有些人日夜顛倒 隨意罵人 不負責任 那些東西亂了 那些都是生活方式 沒有管理好自己的生命 因為我們的生命好像一個花園 那個花園沒有管理好 亂了是不會有好的花園出的 要管理好我們的生命 就一定要管理好每一件事 包括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感情 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準時 我們跟人的關係 我們怎樣看作人 我們怎樣侍奉 我們每一方面都要處理 才能夠發揮到 然後最後就發揮了 發揮就是第一 聖靈果子 當我們日日活在神的愛中 整個生命就發揮了 就提升 可以越來越多喜樂 平安 是可以選擇的 而目標是甚麼呢 好像天上的聖徒那麼開心 好像天上的聖徒那麼喜樂 而實用就是發揮侍奉 就是我們可以先進入現在的侍奉 眼前的 然後受訓練 進入更多的侍奉 這就是神給我一個很簡單的教導 人人都可以的 只要你做甚麼 會受神的愛 祂的供應和祂的計劃 處理生命 所有的垃圾 接著呢 你抹出聖靈的果子 和侍奉的果子 你就可以進入了 就是不用大學畢業的 不用讀很多書的 你就可以進入的 個個都可以進入 這就是神給我一個教導 就是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教導就是 分辨恩典和律法 我現在講這些就是 讓大家看得到 聖靈充滿對我的幫助 聖靈充滿不是叫我帶來一些 怪異的教導 是一些很合乎聖經 但是很實際 但是又發覺不是很多人在跟著我 就是不是很多人都活在神的愛中 享受神的愛 輕輕鬆鬆 其中神給我教導就是 輕輕鬆鬆 甚麼都是因為神做的 所以我們是 耶穌騙是容易是容易 祂的擔心是輕實 這個分辨律法與撫音是很重要的 恩典和律法 這個其實是取自 錄德會的教導 分辨律法與撫音 不過我將它擴闊成為恩典 而且那個應用是擴闊很多的 我形容一下 基本上我們個個長大 嬰兒那時候是很多恩典的 通常那時候媽媽很疼很疼很疼 很開心 看到他們就很開心 通常不是一定過局的 通常 不過一開始大 要乖 你不聽話 沒有人疼你了 不聽話 我不給你了 你乖我就給你了 那開始就要做了 要做甚麼 那 那麼長大的時候 你看看你讀不及別人的 人家的小孩多乖 為什麼你這麼不乖 你讀書多厲害 你讀書都不厲害 就很快有這些比較 就是從小到大 父母說 你怎樣都好 我都疼你 很少的 就是無條件的疼 我很體重 你很寶貴 你是我心安寶貝 很少會這樣 當上都是你要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所以很多基督徒 很多人長大 都是在律法裏 所以耶穌應該是因典 因為耶穌很無條件 愛愛你 祝福我們 不過很多基督徒 你問他想到耶穌 我沒有祈禱 我一犯罪 我沒有聽耶穌的話 我又做得不好 很多基督徒都這樣想過 甚至有時候教導的人 都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聽話 你有沒有灰窺 你有沒有遵從神 你有沒有看聖經 你看多久 祈禱多久 都是你有做 那時候 就變成經常都說 我要做多些 我做得不好 神就不疼我了 我要做得好些才行 那這種觀念 其實 就會令到基督徒 所以很多人有內疚 不足感 覺得自己不夠好 有些人說 你說恩典 就變成那些人濫用恩典 那我想解釋 怎樣叫平衡恩典的原讀法 就是說 神無條件愛我 你現在一起跟我說 這些恩典 神無條件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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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主义不是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就是 你要靠做好 神就疏你 或者有人说我比你更好 我比你更好 因为我做多教务 这是律法主义 律法是神的戒命 我是应该遵守的 我是全心遵守者 任何罪我都不想犯 我全心亲近神 尊重神 我全心侍奉神 我整个生命都给耶稣 我是遵从神 但我的推动力不是律法 是恩典 因为神那么疼我 所以我很喜欢亲近神 好像戀爱的时候 你需要叫个男生 你去约一下你的女朋友 你不用叫他 他会自己去约他 你叫他不约他都很难 原来他 就是说 当一个人戀爱的时候 他会自动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譬如很多戀爱就是这样 但结婚就不是了 结婚就开始说 你又没有洗衣 你又没有收拾东西 你又没有对我好 你不记得我 很多结婚之后都是这样 就变成是律法还是恩典 拍拖的时候是什么 恩典 一到结婚就是律法 完全不记得了 你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 我经常跟我太太说 我很爱你 很体重你 很喜欢你 我很欢迎你 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我跟我太太 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的交通 这个就是恩典 我太太跟我都是互相 很乐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 我们回家就看 谁先拿拖鞋 我们做什么都是尽量去帮对方的 就是我们很乐意去做 当我们有这种爱的时候 就乐意去做 那侍奉神都一样 很多基督徒就说 我做得不好 很惨啊 很努力啊 那时候呢 就因为律法 没有力 但是如果说 神欢喜我做任何事情 耶稣说其实都很简单 他说到侍奉 耶稣不是说 你第一个人信主 你不能不得上次 耶稣说什么 你只把一杯粮水一盒 只要少你一个汗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耶稣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一杯粮水 所有人都做到 你去做 我就会欢喜 我就会赏你 所以耶稣不是给一些艰难的路 我们走 其实祷耶稣的喜悦 是比祷人的喜悦 比祷人喜悦 因为祷人喜悦 你做到一些事情好 他又会告诉你 那些事情没做到够好 但是神就不是的 你做一些好 神已经清赞你 那当然我们就不停留一杯粮水 我们会继续去侍奉 就是说我发觉 当我满有恩典 有明白律法的重要性 明白罪的破坏 我就会全心去跟从神 全心去遵从神 而是 心是很乐意的 就是好像我那样 其实我已经66岁了 我绝对可以每天在家里休息一下 我绝对可以不需要做这么多聚会 又成为去外国的人 去那些外国都不容易的 就是洗手间 洗澡 洗澡 都是很不方便的 但是我都会乐意去做 因为我觉得能够祝福到人 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出现金心乐意 并不是一种压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教导 你就会很轻松 神在愛中我的 神在爱中我的 神在爱中我的 所以我能够关系那个人 神就来烦岏了 你跟我一起去说 可以神在爱中我的 神在爱中我的 神在爱中我的 我关心一个人 神就会烦� hé 神就是想自我 我为神做什么 神就会烦岌的 我又包吻神的思 神的心 神是好烦岌的 我新闻神 神是好人的 神又又会烦岌的 但是很容易 比如 differently人medла여 有些人就会问 你有没有祈祷 祈祷多少 你有没有真的悔改 这是律法的方向 但用恩典的方向是怎样 神有很多恩典等着给你的 神很想给很多恩典 当你一祈祷 神立刻就打开天上的仓库门 倾福于你 甚至无处可用 神就祝福你的 神真的是这样的 当你肯用时间亲近祂 祂是很欢喜的 这就是用恩典推动 有些人最怕看圣经 但圣经有很多应许 我很多信念都是圣经给我的应许 神在前面环绕我 按上我身上 神看重我 我是他眼中的同仁 神会供应我 需要我先求神的国度 祂的义 祂的一切交给我 所以我就捉住神的应许 这样的时候 我的心就轻松了 所以圣经我是很喜欢的 我就会鼓励人 你有圣经 你捉住他 这些金句 你记住他 你就会以后 懂得用了 那你有什么烦恼 立刻不给人影响 你立刻可以站得稳 这样的时候就是活在恩典 原来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多恩典 神也叫我们遵从神 叫我们遵从神 但那是密法 但我们有恩典也遵从密法 但有些人看圣经 就专门看那些 因为你注重罪业 所以神不听你祈祷 这些说法是圣经有的 很严重的 神是烈火 圣经有说的 这些是给什么人呢 是给不悔改的人 有些人很有趣的 他又回到教堂 他又觉得自己不够好 他说我注重罪业 所以神也不听我祈祷 那他就会很指责 指责 其实神不是想这样的 你有心向神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力 就是这样 有心向神 但他做得不够好 那他就经常说 哎呀 我有祈祷不够 我主的罪又不够 我又很少看圣经 我又整天黑眼睡 我真的做不到 哎呀 神啊 我真的做不到 你会罚我的 你会不喜欢我的 这个就是密法的指控 但他用另一个角度 我鼓励人生的 其实很简单 你不能够很专心祈祷 总要你向神说 神啊 我需要你 你现在说 神啊 我需要你 你帮我祈祷 我不是很懂得祈祷 我祈祷不是很通 我祈祷很专心 你教我专心 神就会欢喜 只要你说神我需要你帮我 其实很简单 神啊 你要做得够完美 祂才会欢喜 你只要说我需要你帮我 神就会欢喜 那是否容易很多 那我不是说 我总之做这句就可以了 那这个开始嘛 做这句开始 我们就跟着 开始更多更多了 但是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会觉得容易很多 就不是说 你要祈祷一个小时 神才爱你 那我就觉得很难了 而是说 你一同耶稣说 我需要你 耶稣就欢喜了 耶稣就笑到变眼不变眼了 那这些都是神给我一些 很简单的教徒 而令到人很轻散的 神里面是满有一点 你看圣经整天都是这样说的 是充满慈爱的 你只要你去到祂那里 你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看圣经 看完 你看到什么 是有很多律法 大家会听到很多 很多讲圣经 都是讲到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没有做什么 你要灰改 灰改之后要做什么 这些都是圣经的真理 不过 它少了一点 即是好像怎么样 你记得分裂 你就要爱你太太 你要关心她 你听她说话 你要关心她 帮助她 你要做什么 那两夫妻都很难了 太太你要怎样 丈夫你怎样 你回家做吧 那两夫妻 是的 我回家做 很多事做 很多人听到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 那个辅导员说 其实你们两个都有长处 对不对 你觉得她有什么长处 她有什么长处 你有她是否好 你有她照顾你 是否好 她有这么多好东西给你 那你可不可以欣赏她 你做那么多好东西 她都会欢喜 对不对 她一做好东西 你立刻赞她 她赞你 那就太多享受 做到那么多 你不用说 那些没做那些 那些太多了 不要紧要 总之有做到的 就欣赏了 那是否会开心很多 这个就是用恩怜推动 给折伤 是不是好很多 就不是说 你有没有做什么 你有没有做什么 那就真的很难 如果基督徒要说 你有没有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那种要求 因为神的要求是绝对的 是高到没有人能顶得信的 但是神很简单 神给你一些楼梯上 神不是叫你一步登天 祂给你一些楼梯 你只要你悔改 你一步一步踏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导 没有了 我真的是 由我起初在路德会所学的 律法与福音 和这个恩典律法 是很不同的 就是 真的是一个很不同的层次 令到人知道 神是 make it easy for everyone 是令到容易的 每一个人都答上去 总之你 神啊我需要你 你帮我 我愿意走你的路 我愿意做一些你欢喜的事 神就会欢喜的 而我会去到一个境界 就是 我任何事我都想神欢喜 我从头到尾都想神欢喜 而我发觉 很多人在律法之中 我会怎样呢 他会说 我都有 时奉 我都有奉献 我都有参加教会 我都有带过去耶稣 我都挺好的 那他就会停留在 他做了些什么 其实是律法主义 我做了些好事 好像法利菜 我做了些好事 我做了些好事 但是神不是想我来这样的 神是想我来说 神啊 我只要你欢喜我 我只要做你欢喜的日 神一定喜悦的 这样的时候 心就很轻盛 我希望大家对于信耶稣 是不是觉得轻盛了一点 亲近耶稣 神啊 每一次 你这样想 虽然你没有见到耶稣 你还在祈祷的时候 其实神在等你 祂在祝福你 当你一祈祷 哇 笑到哪一眼 那神 你又在想 他很开心 我立刻 神啊 我多谢你这么开心 我去赞美 我又开心 我自己祈祷的时候 我有喜乐 我自己祈祷的时候 有喜乐 我就笨告一次 到底我心里做不定是神的喜乐 那我就想 我没有想到喜乐 就是想耶稣 一想耶稣 耶稣又喜乐 我就知道神的圣情是喜乐的 所以呢 我每一次祈祷 神其实都很开心 我一祈祷就很开心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以后将从神 会不会觉得 欢喜 轻松 我做到什么 神都会欢喜的 但我不停留在那 我做了更多更多的神 你做了多少 都不重要 都不用一种压力的 做得不够好 又不用压力的 神会负责在一起 就算你全福一福是耶稣 不要紧 你继续去做 神就喜乐 那我今天 我不讲太长了 因为 只是讲了 就是说 圣灵工作 对于我的改变 还有神迹性 比如说 赶鬼 医病 灵命更生 那些 在网上你都看到很多人的分享 这个是很真实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都渴望圣灵充满 并且在圣灵中混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